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楚城王他一看到这个情势不对了 所以他也把自己的军队 给齐国的部分军队撤回来 他自己带的军队也撤回来 然后叫紫玉带的是楚国的主力部队 你也赶紧退回来 他说金文公这个人 我跟他打过交道 年谈之中这个人不得了 所以我们要见好就收了 不要为了顺国影响我们整个国家利益 犯不着 结果这个紫玉就是丞相 他这个脾气比较酱 他听说好多人说 紫玉 祝珊的水平有限 他要把这些人的嘴巴堵上 他不愿意 他说我们可以打 你这给我增加点军队 这时候楚城王犯了一个错误 他既没有作为国军 至尊下到命令 你一定要撤回来 不撤回来军阀从事 那紫玉也就撤回来 可是呢 他又给派了一些增援的部队 数量很少 又没有对 楚国胜利能够起到保证 这叫做瞻前顾后 患得患失 优柔寡断 偷殊气气 他还是希望 侥幸来取胜 所以这种做还是不做当中 由于盘回 最后酿争苦 所以楚城王在这点上 是做得很不好 你要么叫他 就对受费了 要么你就 更多的军队 去支援紫玉 他都没有做 这就造成了 很麻烦 那么紫玉得到这些军队以后 下得到战术提了个条件 就是说你们晋国的军队从朝国和卫国占领的地方退出去 我们楚国也从宋国退回去 派那个使者到晋国的答应里面 这个招实际上也是很厉害的 说过晋国不答应 那么得罪了三个国家 朝国 卫国和宋国都得罪了 说过答应了人家 那好人是谁做的 是楚国人做的 晋国人等于白忙祸了 因为最后能和平是楚国人的建议而做成的 这个晋文公没法接受 这时候他的大臣敷衍他们又给他出了招了 什么招啊 他说私下答应朝委复国 但是前提你们跟楚国断交 同时扣留了楚国的那个使节扣留不放 进入了紫玉 所以这一战没法避免 所以我们说成不自三 最后晋国赢得很顺利很痛快 退避三舍 然后给对手以致命的打击 他的成功并不是在战场上的成功 更重要的晋文公胜在什么地方 胜在伐谋上 伐谋伐教上 也就是任何唯物之中 被置身于千里之外 更加重要 这是楚国最后打败的重要原因 所以成不自三里面 楚国的左军和右军都被晋国给消灭了 只有中军侥幸地突立了转场 但是你看 楚国这个故军就不像秦木公了 对紫玉说 你好意思还回来 你对得起这么多战士将士们的家属 他们赴牢 彼得紫玉就自杀了 晋文公听说这个紫玉自杀以后高兴地跳起来了 沐浴毒也 以后没有人争害我了 所以就要借到杀人了 成不自三打赢了以后 晋文公就是霸业到了顶峰了 他开了两次建土大会 周天子就派人来祝贺 自己也来了 有一次自己也来了 晋文公那就不像齐桓公了 齐桓公人家周天子还没去呢 派了个地表去 人家被公逼近了 晋文公对周天子那是爱理不理的样子 而且周天子对晋文公可客气了 正是任命他为侯博 就是正是策命他当作诸侯国里面的领袖 博嘛 霸主嘛 是吧 从此以后 靖国的事业走上了顶峰 晋文公也以春秋时候的 跟齐桓公齐名的霸主的形象 定格在历史的天幕之上 所以我们说 我们不要光看成不自三 我们要看成不自三里面 之前那种伐谋伐交 这种巨大的战略智慧 晋文公能用这种智慧 扎住了这个机会 这些磨略都不是自己的 都是他的部下提出来的 他都能够承纳 然后就把楚国第一号强决给打败了 这种领袖的一种风度 领袖的一种戏局 那才是晋文公身上给我们今天 最有启迪 最有启迪意义的地方 比赚在婚扎逐报 最有启迪意义的地方 所以我们先看见 这种风度 只要货在货币 是仲庞的情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